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11月20日消息 印度社交电商某宣布完成了一笔900万美元的新一轮融资 联合领头方为Purity Venture Partners和Sally Partners 据悉印度的社交商务平台迄今已经吸引了大约5亿用户 某主要通过视频和文本渠道销售商品 并且通过WhatsApp和YouTube等渠道拓展受众群 红旗连锁将与饿了某口碑共同提供线上便利店外卖服务 11月20日消息 红旗连锁宣布与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联合饿了吗口碑开启深度合作 逐步为消费者提供线上便利店外卖 推出城区快捷无缝覆盖的到家服务 根据协议 饿了吗将为红旗连锁提供及时配送精准营销等服务 并在淘宝、支付宝、高德地图等多渠道营销 淘宝直播机构带货榜 发布 惠亚李佳琪所在MCN311月20日 一方动力获悉 日前淘宝直播联合淘宝单发布了淘宝直播机构带货颠封榜 TOP30和淘宝直播新势力机构榜 TOP10对直播机构进行排名 每团买菜进军华南市场登陆深圳九站同开 11月20日一般动力获悉 每团买菜在深圳正式上线 首批共开出9家站点 覆盖龙岛、宝安、南山、龙华、罗湖等区域 为社区居民提供手机下单 最快30分钟 送达的手机买菜变名服务 这也意味着 即北京、上海、武汉之后 美团买菜再下一程 正式进入华南市场 JustGutter10月短视频APP排行榜 抖音居首位 11月20日消息 JustGutter发布 2019年10月 移动互联网APP全行业排行榜 其中外卖行业TOP3 一次是美团外卖 饿了吗?肯德基 母婴行业TOP3 分别是宝宝树育育、金宝宝、小豆苗 女性电商行业TOP3 是蘑菇街、巨美优品、柚子街 跨境电商行业TOP3 是小红书、考拉海购、归糖 城市出行TOP3 是滴滴出行、尼达出行、曹操专车 短视频综合平台类TOP3 是抖音短视频、快手、西瓜视频 20109双11洞察报告 全网6、6艺人舵手 乐乐吗正在孵化新项目 乐仙达与菜场共同运营 11月20日消息 乐乐吗内部正在孵化一个名叫 乐仙达的新项目 这个与菜场合作运营的尝试项目 在乐乐吗新零售体系内 项目负责人是天好 他向乐乐吗新零售VP雄斌会报 目前乐仙达是水北、上、深、苏州、南京等城市 开店数约20加 数量在变化中 晚点Late Pulse 阿里巴巴入股猛牛旗下农产品 配送平台天仙配 11月20日消息 天眼查数据显示 天仙配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 新增股东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与此同时 注册资本由原来的5000万元 新增至3亿元 增幅达500% 天仙配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7月 目前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和内蒙古猛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值股50% 电商早报 一只口红 只卖8块8 转战国内的外贸工厂 增量空间在哪儿 温ま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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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略温 温まん 温雕 温uy 温剑 温ure 温花 温 温